咱们就原味炸鸡 那就需要 哦 拿错了 还有 哈喽 这是你们的可可鸭 现在大半夜了 我特别想吃炸鸡 那咱们今天就不跑远了 去吃我们家旁边一个 我特别爱吃的炸鸡 走着 就我们家这个小路口 然后拐个弯就到了 一 就是它 出发 你好 你好 你几位 两位 两位是吧 坐这边 趁着猴哥还没到 我打算来卷一波 先搞点带餐的东西吃一下 这个是古之油品的新品 桂花藕粉 这个姜味真的超级浓 我自备的 滚烫的开水 好喝 万万没想到 我一个这么讨厌姜的人 觉得这个味道很棒 看这个黏黏糊糊的样子 它这个姜味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辣 但是可以接受那种程度 还有桂花的香味 有一说一 在藕粉面前其他的带餐粉真的都是滴滴 就又健康又好喝系列 然后咱们今天既然是来吃韩餐的 我打算做一个韩餐必备 南瓜粥 银耳和南瓜的搭配 我吃了一口粉粉 但是真的好好吃啊 因为盐耳本身没什么味道嘛 所以吃不出来什么感觉 但是这个南瓜的味道特别浓郁 看这个样子 好喝 谢谢 我想吃这个 我想吃这个 看这是啥 炸鸡皮 炸鸡最精粹的地方一定是炸鸡皮 就是这个味儿 介于甜辣酱和超辣酱之间的那个辣味儿 我爱甜辣炸鸡 它的辣度比之前降低了 之前真的超级辣 现在我可以自如的吃它了 这个是原味儿的 原味儿的好像没有不带骨的吧 都是鸡翅这种 这个今天也是脱骨的 它里面真的汁水好丰富 这个原味儿的皮比它酥脆 吃起来还是带着那种鸡皮的油香味 哦 谢谢 这是他们家的烤串 炭火烤串哦 蘸一下番茄酱吃 吃熟了这番茄酱有点滴吧 既然如此 咱们有原味炸鸡 那就需要 哦 拿错了 还有 嗯 嗯 绝 绝 死然 YYDS 好吃吧 树比羊也更好吃 来个小鸡腿 嗯 如果更浓点就好吃了 放弃放弃 下次还是自备芝士降好了 好吃 好吃 咱们的炸酱面已经上来了 吃炸酱面之前 再解决一坨肉 就这种带皮的地方 怎么能不爱呢 这个皮虽然不脆 但是完全气满了 裹满了汤汁 我怀疑它炸了一下之后 然后进酱里面去炒的 你知道吗 来偷一根炭火烤的烤串 他们家下行的时候 在门口是有露天的大排档 然后会有师傅在门口去烤 就今天炎法多了 有点心 但有一说一 炭火烤串跟电火烤串 完全两种感觉 这炭火烤串就是很香 好吃 有的地方是烤的焦焦的 鸡脆骨 嗯 这鸡串骨吧 它提前腌过 所以里面很入味 可以的 再来个牛板筋 嗯 我有一段时间 没吃他们家烤串了 我已经不记得 他们家牛板筋 今天这么好吃了 特别软Q 上一次吃他们家炸酱面 是打包带走的 然后我把黄萝卜和这个 红姜都拌在了一起 结果吃起来特别酸 当时看完卖评价 也有人说 说他们家炸酱面是酸的 今天大家跟我一起来 证实一下 把这两玩意儿挑出来 它还是酸的吗 这分量有点大呀 每次看到这种炸酱面 我就想起来1988 而且里面 我给你看 里面还有这种大颗的 牛肉粒吗 猪肉粒和牛肉粒吧 猪肉粒 这黏糊糊的面条 谁看谁不迷糊 谁看谁不迷糊 好顺滑呀 对于我来说 它少有点糖 配黄豆腐好吃 黄豆腐好吃 黄豆腐是酸的 我不知道是因为 刚才我吃炸鸡吃太多了还是怎么 我现在吃它就一种 没有我印象中那么好吃的感觉 但是这底下大肉粒 还有这个面条顺滑的口感 我真的太挨了 这个面条顺滑的口感 我认为它这个肯定不是韩式重重的炸酱面 但是 还是可以的 我得想往面里加辣椒 加上那个 辣椒面 它变好吃了 既然盖上的正确吃法 它那个条顺滑里面带着孜然 所以这个面吃起来特别香 不浪费任何一点粮食 炸鸡吃不完了 带回家去当夜宵吧 这真的好粘稠 但是真的 吃完这些再喝那个 就觉得好甜哦 那今天这些视频呢 等着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哦 下期我们再吃点别的吧 下期视频再见哦 拜拜